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在牛顿、麦克斯维、达尔文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所处的时代中,英国的国王是谁? 我们之间还在学习这些科学家发现的科学,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。 本工合作,形成了一套社会运转的体系,让生活其中的人们可以更好地生存。 我们经历了蒙昧的原始社会、残暴的奴隶社会、幕后的封建社会、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权力结构、分配模式、职业体系等都是各不相同的。 人类一直在寻找一种优秀的社会制度,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的劳动效率,更加合理地进行分配, 使得社会更近奇才,使得人类的生活更加富足和安全,而进行这样的探索的就是政治家,他们前赴后继地进行探索。 科学是对于客观自然界的理解,自然界是永恒的,这里不用说宇宙有诞生,也可能死亡。 科学让我们了解宇宙,了解自然,科学家的探索在自然科学中进行,他们利用理性自来和逻辑推理, 加物质的秘密,宇宙的秘密不断地揭示出来,并且将这些基础研究获得的成果运用在事件中去, 我们从一个纯手工的社会,慢慢变成了运用机械的社会,后来了又产生了电子计算机, 而今天,我们又走向了大数据,和人工智能为标新的科技社会,生产效率大大提升, 高科技也让我们的生活实现了质的飞跃,意识出行的品质大大提升。 科学家们的工作,直指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和真理, 科学家们的贡献和影响力,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的, 而政治家们的影响力和贡献,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 于是,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心,科学家们的光芒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耀眼, 正在逐渐地跟上政治家们的影响力。 爱耶斯坦说过一句敏言,大意,政治是暂时的,只有科学家们发现的, 表示客观真理的方程式才是永恒的。 政治家的责任是维持社会协作,保证社会和谐稳定不崩溃不混乱, 科学家们的责任是为人类认清客观真相, 并寻找可以客观描述世界运行规律性的真理。 好的政治让人们更好地从事各种活动, 不好的政治阻碍人类的各种活动。 好的政治需要尊重科学, 事实上,现在在主流国际社会,确实是尊重科学的, 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,科学家比政治家重要。 还有一个原因是, 政治家的贡献可真可负, 就是说他才可能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贡献, 也可能是阻碍了人类发展。 所以总的来说, 正负相消, 而科学家对人类发展总是正的贡献。 所以总的来说, 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比政治家大, 这就好比, 电磁力可以是吸引, 也可以是排斥, 而引力总是吸引力。 所以天体宇宙的结构, 归根到底, 有引力而不是电磁力主宰。 类似的,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, 是科学家的贡献在主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